北京时间9月13日,加鹏体育部长比尔尼泽甘宣布,加鹏国家队将不再同合同即将到期的现任主教练卡马乔许约,2016年11月,在举办非洲杯却赛前不久,加鹏与卡马乔签订了为期两年的协议。 卡马乔在指教加鹏的17场比赛中,7平8负,仅仅取得了两场胜利,而本周二加鹏先是在友谊赛中领导一输给了赞比亚,接着又在非洲杯预选赛中被布隆迪迪到一逼平,这两场比赛也直接成为了卡马乔下克的导火索。 加鹏队的下一场比赛是10月中旬对阵南租单的非洲杯预选赛,届时谁来执掌加鹏叫鞭,目前还不得而知,此前,卡马乔曾执教过国足,但在执教期间,国足曾移到赋于泰国,这在当时增引起轩然大波。 在帝国足解约后,卡马乔还曾向FIFA提起申诉,要求中国足协存额赔偿解约金,最终中国足协存额赔偿了5000万的解决金。